大家好,我是Asianverse 人事件 欢迎再一次回到我的频道 我将引领你迈向未来 今天这部影片呢 其实是要跟各位讲中文 或者是中文区的观众们 讲解一个虚拟货币货币圈的现象 就是真假交易所或者是真假平台 因为基于最近有朋友遇到就是说 其实这个在币圈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有些一般的老百姓或一般的人民 他可能首次投资虚拟货币 然后透过某些朋友的怂恿 或透过某些可能是交友软体也好 或者说透过某些管道也好 去投资虚拟货币 但是呢 当投资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要把他里面投资的虚拟货币的钱 领出来之后呢 就发现问题 就发生问题 基本上套路都一样 就是比如说要叫你交交保证金 或交交交易税等等的 然后可能就是说你总金额的20% 切记这个一般都是100% 甚至不用说100%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诈骗 那今天这个影片可能不长也不短 只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说如果要用虚拟货币平台的话 一定一定要用到哪些平台 用到这些平台呢 基本上八九成以上不会是有问题的 当然虽然说投资虚拟货币都一定还是有风险存在 但是用这些平台的话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是还没有出现过问题 因为这些平台呢 他们已经大到 就是说应该是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想成是虚拟货币的领导者 交交者或者王者这样子 用这些平台基本上问题不大 当然除非他有一天真的是发生什么巨大的财富问题 那有可能会类似跑掉的现象 不过现阶段应该不太可能 他如果跑掉的话 那我觉得整个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的市场应该都垮掉了吧 那首先就是币安 Binance 英文是Binance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不过来到这种平台 还是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钓鱼网站 怎么分辨呢 我曾经看过就是说有人登陆过币安 然后他这个网址 这个i上面是出现两个点 i上面是出现两个点 所以他一般都会要您去确认说 他的网址不是假的 像这边的话就是accounts.binance.com accounts.binance.com这样子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币安现在也都有繁体中文版 然后他们也常常有那个 就是客户服务的那个电子邮件 所以要分辨真假 其实不是一件难事 不过当然了 我们身为现在21世纪 有在玩家密货币 或虚拟货币的各位 投资者们或观众们 我觉得我们眼睛还是要放血量一点 不要到时候万一发生什么事 就得不偿之这个是会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各位要各位要记住这件事情 OK 总而言之 Binance币安 它是目前虚拟货币界的交交者之一 然后要认清这个网址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的 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好 下一个 FTX OK FTX 目前这个网站 我看一下有没有中文版的 有 有繁体中文版 这个网站有繁体中文版 FTX非常非常大 它创办人间才29岁 San Baker Fried San Bankman Fried San Bankman Fried 这样子 OK 它名字我记不太假 因为有一点点长 但总言之呢 FTX FTX网站这个网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不会去 也不要去用到假的网站 比如说类似举例 举例比如说 后面再加一个X 可能就是假 那基本上应该也不存在 OK 总之就是要认名FTX FTX这个名字 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 那用到 基本上用到正常的网页平台 就不会有问题 好的 那下一个是火币 OK 火币 那火币近期了 中国大陆因为境内 那个政府打压的关系 所以中国大陆用户所有交易服务 停止与台于2022年2月15日开始 平台 讲错 平台于 平台于2022年2月15号开始 对位提及资产的中国大陆用户 收取账户管理费 我 我个人 我个人是有注册这个 这个网站 那当然 自己自己不是不是大陆的 OK 那所以 这个基本上问题不大 但是 如果各位观众觉得 用对岸的交易所 还是有疑虑的话 那就请用 请使用那个 比如说币安 或者是FTX 其实交易所非常非常多 好 那下一个是非常有名的 crypto.com crypto.com OK 这个也是 这个基本上是美 欧洲的平台这样子 欧洲的平台 那么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平台 所以 基本上用到这个平台 它自己还有出金融卡 OK CRO card 所以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大 基本上 只要用对平台问题都不大 前提是 当然你如果就是 第一次进入去 或笔圈需要 鉴别需要 知道到底哪些平台是可以用的话 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参考性质 那现在crypto.com 目前看起来是只有英文版 没有中文版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国内的 台湾国内的网站或平台 第一个是mycoin 相信有在玩虚拟货币 在台湾有在玩虚拟货币 大家都不陌生 总公司在中校新生捷银站附近 巴德路那一带 OK 整栋大楼 各位如果不放心 还是有疑虑的话 可以直接就冲到他们的总公司去 就可以一目了然 这个是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这边有地址 台北市中正区巴德路 一段104号 OK 周一至周日12点 中午12点到晚上8点服务时间 OK 那如果当然是虚拟货币 先手指投资的话 然后是台湾的观众 或使用者的话 mycoin绝对 是不是问题的一个平台 然后max呢 则是mycoin的 交易所 mycoin是就是虚拟货币买平台 OK 在这个在这个平台本身的购买虚拟货币手续比较高 如果不想要太高手续费的话直接去max购买的话 它是一个交易所的性质 所以手续货相对低 好 那下一个是 Beatle Pro Beatle Pro也是台湾本土的 用这个平台基本上不太会有问题 虽然最近可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新闻 那每个人自己 自己去斟酌 看到底可不可以这样 每个人自己去斟酌到底可不可以 我这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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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Beatle Pro 好 下一个王牌 OK 王牌交易所也是台湾挺大的一个这个交易所 他们也是基本上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所以用这个平台基本上不太需要有安全疑虑 基本上台湾本土的都要跟金管会报备 都要跟金管会报备 那所以基本上比较不会太大的问题 如果初次进入交易所的概念 或者虚拟货币的概念的话 真的是强烈建议各位有在玩虚拟货币的人 就用大平台的交易所就好 拜托拜托不要去用一些来路平台 来路不明的平台 好 那下一个是一个新秀 毕竟 毕竟 这个好像是前Coppenhood 科兵案延伸出来的 不是很确定是不是 但是印象中好像是 那这个平台目前 也 也开放注册 然后使用这样 这边有一些特色 最值得你信赖的交易所 新台币资金100%信托 毕竟委托凯基金银行 担任新台币资金信托保管银行 确保新台币资金安全 最严谨的加密货币保护机制 用户的加密货币保护99% 存于多重签名钱包 等钱包中有效防止骇客攻击 24小时的客服 所以是待命等等等等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看看 再来介绍一个国际的平台 Buybit 这个呢 这个平台刚出没有多久 大概一年多左右 不过目前自己有使用当中 然后基本上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它有出繁体中文的版本 那这个平台也可以使用看看 如果真的对其他平台没有太大的 那个兴趣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平台 好 最后来介绍一个 疑似是诈骗的平台 疑似啦 不确定是不是 但是疑似是诈骗的平台 就是Pro-EX OK Pro-EX 今天其实为什么会创这个视频呢 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说 一次遇到诈骗 然后就是他投资将近台币40万下去 然后想要把里面的钱领出来 那平台的客服 要他缴缴保证金 OK 跟那个手续费之类 手续费也许 类似如果是要出金 可能类似USDT的话 手续费扣得EU 不是太大的问题 如果只是要扣个EU之类的 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保证金的话 那绝对就是问题的 他遇到的也可能是这个平台的诈骗版本 我不是说这个平台就是诈骗 那他可能是遇到这个平台的诈骗版本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OK 所以各位在使用各个加密货币 虚拟货币平台的时候 真的是要睁大眼睛 因为我们摆的都蹲不上去 有点好笑 总之各位在使用不同的交易平台的时候 要睁大眼睛 不要去用到来路不明的交易平台 不然就得不偿失 好 最后想跟大家再稍微介绍一下 一般如果真的不知道该平台 某个平台是真是假 可以直接前往CoinMarketCap 直接Google都有CoinMarketCap 去看全世界目前最大的交易平台 总类或者名称 第一Binance 第二Coinbase Exchange 美国的美国旗舰的交易所 第三FTX 第四Croken 第五Crocoin 第六火币Global 火币取消 第七Bybit 第八Bitfinex Bitfinex现在应该比较少用 第九GateIO 大陆那边俗称芝马开门 第十Crypto.com Exchange OK 刚刚有提到Crypto.com Exchange 第十一Germini 第十二 币安美国站 第十三Bitstamp 应该是韩国 第十四Bitflyer 好像也是韩国的 第十五Coincheck 好像是日本的 第十六FTX 美国 第十七Bitham韩国 第十八OKX 它原本是叫做OKEX 现在换成OKX 第十九Polonex 第十十抹茶 OK 这个是去中计划交易所 等等等等 OK 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查证 去年货币界说 真的拿诈骗是太多了 所以往往搞得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但是如果可以有效的去辨别真假平台 或者是说基本上只要去使用正规的平台 非诈骗的平台的话 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 往往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对虚拟货币没有经验 或者是说完全没有玩过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不小心踏入了陷阱 然后或者是说在网路上交友啦 干嘛之类之类之类的 被灌米汤啦 然后就陆续投了很多钱进去 然后投了很多钱进去之后 久之就发现 哇完蛋了 完蛋了 我的网路断线 好 我的网路断线 待会再重新点赏 没关系 总言之一如往常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麻烦给我点个赞 然后我会请麻烦给我点个赞 然后也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时不时的跟各位分享 加密货币 虚拟货币 元宇宙 像比如说Next Earth的元宇宙平台的一些更新跟进展 以及类似比如说Bybit平台上面的 LaunchPool或LaunchPad的一些不同的更新项目 那我这边是Asianverse 原世界 我今天这部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各位不要再被诈骗 因为被诈骗损失一笔 资金真的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直到下次再见 再会 各位拜拜